这个长得像棉花糖一样的粉毛 对着第一次见面的美男就来了一句 还他爸 美男顿时不爽的皱眉 还他爸 什么鬼 粉棉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轻轻打了几下自己不听话的小嘴 见美男并不在意 又争大心情眼说我是想说 陛下请跟我结婚吧 这话直接把美男惊成了呆瓜 皇帝走近他 看着他不停释放的闪闪特效 无奈的服务说道 我不是为了结婚才绑战你的 粉毛说 这个我知道 皇帝问他 那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他托起自己的瓜子脸想了一个 合适的理由娇羞的说 因为从遇见陛下的那一刻起 我就深深的爱上了 看到这浮夸的演技 皇帝果断的说 但是我不喜欢你 而且我已经有个婚期了 就算现在不是 就当做以后的预备一把 粉毛又不死心的追问 那你爱着埃拉德小姐吗 那倒也不是 粉毛很惊喜 那我也有机会的 对吗 皇帝反目到我 为什么要给你机会 粉毛心虚的说 因为我喜欢您啊 皇帝显然不相信这个说法 粉毛急忙说 您要是和我结婚 会比跟埃拉德小姐结婚 有更大的利益 于是开始给皇帝画饼 皇帝却表示我一国 知主还需要吃你的饼啊 粉毛留下了郁闷的泪水 内心抓狂 你个傻憨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救你啊 您要是和埃拉德小姐结婚的话 会生出一个凶残暴虐的恶棍 那个女人会把儿子培养成 邪恶的黑魔法师 而你作为恶棍的父亲 不到四十岁就被他干掉了 但是这些话 他只能在心里醒 直接说 肯定会被当成脑袋有包的疯子 然后他下定决心 使出了杀手锏 您难道不觉得我很漂亮吗 面对美人妓皇帝 直接说我并不觉得 这可给粉毛气坏了 虽然你是个美男 但你说的话可真不美 皇帝不吃一笑散发男性的魅力 说道 虽然这种求婚方式挺有创意 但我不会和你结婚的 因为我不喜欢没有爱情的婚姻 虽然现在还没有爱上未婚妻 但我会试着去爱上他 至于你等你父亲 同意开放道路 我就会送你回去 做完转身就走了 只留下粉毛一脸羞愤的站在原地 而他之所以对无情的皇帝 死缠烂打 是因为他穿进了一部小说 距离正史 剧情 还是还有二十年 他要阻止恶愤出生 使主角们免遭不幸 同时也拯救不适应 魔力的自己 而唯一能救他的人 只有神之子 被割特的皇帝 阿雷迪安 虽然刚才被他无情的拒绝 但是他依然会为了拯救 两个可怜的配角 武力 哪怕对面是铜墙铁壁 他也决定要做一个 比老铁还铁的铁头少女 这个女孩一睁眼 居然变成了超级大美女 不仅有雪白的皮肤 琉璃般的蓝色铜壳 还有一头棉花糖一样的粉色头发 让人看了就想巴结一口 他一脸痴迷地望着镜子中的自己 不敢相信这就是他本人 这时房门被人打开 一个美女姐姐闯进来 差点把他的大眼睛亮瞎 美女姐姐担忧地唬摸他的小脸 听到你的尖叫声吓死我 你是有哪里不舒服呢 女孩一脸惊恐地望着一群人 小声开口道 请问您是哪位 这里又是哪里 这话直接把美女姐姐整成了痴呆 身旁的女婆更是一片混乱 赶快去叫来医生和女孩的父母 三人看着他就是一顿哭 来到陌生地方的女孩 也忍不住跟着一起哭 心中内涵我到底是穿越到了什么地方 他只记得当时在公交车上看小说 然后发生了事故 随后就失去了意识 这是一个男人来到女孩身前 爱妮卡公主 我是您的护卫费尔南迪斯卡迪尔 听到这个姓是他心中一惊 这不是他看的小说里的吗 小说里的男主就是这个姓氏 眼前这个男人则是男主的父亲 小说的开端就是 以美女姐姐怀着女主被绑架开始 绑架他的就是邻国的暴君 而他穿越到了悲剧拉开序幕的棋顶 小说有三位主角 女主是布利兹 男主是布利兹的护卫骑士 还有一个就是残暴的恶贯皇帝卡尔夫 而三人的父母辈都是天雷滚滚的等 布利兹的父亲为找遇妻子战死沙场 母亲受到刺激生下早产的布利兹 两国矛盾一直未尽 母女二人十年后才回到母国 不得不送走布利兹的卡尔夫 十分伤心和愤怒 他为了尽快继承皇位 找回布利兹 便接触非魔法 第二年亲手干掉了他的父亲 虽然爱妮卡不想接受他的女主人生 但是挺着布的女主时刻 在提醒他这就是现实 布利兹就快出生了 说明离剧情开始已经不远 作为唯一的执行人 他决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 可仔细分析后 他却发现事情的起因令人十分大厉害 这个一脸慈爱的小国王居然是个坑货 爱妮卡了解到想说中帝国皇帝之所以绑架姐姐 是因为三国协议 万万没想到父亲居然不尊重协议开放格鲁卡暴露 导致帝国皇帝恼羞成怒以把宅公主来威胁 爱妮卡气冲冲地找到父亲 试图说服他遵守协议不要作死 可父亲居然一脸不醒 还要把协议价格提高十倍 最后还笑着安慰爱妮卡不要担心 此时爱妮卡一脸便秘却无可奈何 本想改变悲剧的热情被瞬间交怒 绝对见他心平低落 十分担心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 看着像天使一样仍然心善的姐姐 爱妮卡打起精神又想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阻止姐姐被绑架 但由于阻止到绑架的具体时间 他每天住在姐姐家里 这天他心累地躺在沙发上 好友谢尔盖担忧问他到底怎么了 他一脸认真的说 谢尔盖到时候你一定要救我 因为原作的开头就是这样的情形 虽然他会让姐姐藏起来 然后自己再藏好 但是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只希望谢尔盖能及时来救他 看着姐姐和父亲一派轻松的温围 爱妮卡却止不住的心慌 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他拉着姐姐走出宫殿 果然出事了 周围都是军队的逃杂生 两人顿时紧张起来 爱妮卡拉着姐姐把他藏到了秘密基地 他一脸笑意地安慰姐姐却令他更害怕 爱妮卡跑到外面发现军队已经进入皇宫 他不由地感到害怕 这是真正的战争不是开玩笑 也许自己可能会逃不掉 他小心翼翼地在柱子后面挪动 却不知道早已被发现了 他站在柱子后面捂着嘴巴 帝国皇帝却一步步靠近 他惊恐地抬头发现一双大手伸向他 爱妮卡知道他逃不掉了 只能在心里暗门 谢尔盖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这个男人是个绑匪 他绑架了林国公主 却对人质异常温柔 不仅对他续寒问暖 还会在他痛苦的时候抱着安抚 身为人质的公主 甚至觉得自己一直在给他添麻烦 可他明明绑架了自己 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这么温柔 帝国皇帝把爱妮卡藏在肩上 周围不断有士兵攻击他 他一脚一个的踹飞觉得十分难缠 不远处爱妮卡的好友谢尔盖 终于姗姗来迟 他惊恐地叫着爱妮卡的名字 爱妮卡埋怨到你很先再来 皇帝抬高手臂让他瞬间安定下来 此时爱妮卡终于忍不住哭着说 陛下您能放我下来吗 皇帝冷呼道 你是要我放你走吗 爱妮卡却摇头我不指望您放我走 您的盔甲搁得我太难受 只要放我下来 我会自己跟着你走 还没说完皇帝就把他放到了满背上 爱妮卡瞬间又害怕地哭泣 皇帝懒过他靠在自己身上 然后命令全军撤退 皇帝紧紧揽着爱妮卡的肩膀 来到准备好的魔法阵膀 一阵刺眼的光芒起来 他贴心地轻轻遮住爱妮卡的眼睛 爱妮卡再次睁眼 才发觉自己滚了过去 他身边手臂上显出魔法阵 看到这情景爱妮卡又是一阵头晕 然后身体臭痛颤抖地蜷缩在地上 混乱中他偶然抓住了身边皇帝的脚 却没想到突然就不痛了 皇帝则俯身担忧地问他 爱妮卡公主你还好吗 爱妮卡双眼含泪颤抖地说还好 紧接着又趴在地上痛哭 皇帝见状抱起他放在帝国旗帜上坐着 然后蹲下柔声安慰道 我不知道你对魔法没有抵抗力 是不是很痛 突然被绑架你应该也被吓到 随后又拿出手帕给他擦脸 爱妮卡看到黏糊糊的鼻涕顿时感到很丢脸 抢迫手帕自己擦了起来 皇帝决定不使用魔法阵改为骑马回城 看到这么温柔的皇帝爱妮卡犹豫地开口 你能放我回去吗 皇帝承诺他如果能和你的国家协议一致 我一定会保障你的安全 并以帝国名誉启示绝不食言 爱妮卡看着眼前的男人突然想到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知道他是未来恶棍的父亲 于是开口问 那个 还他爸你叫什么名字啊 皇帝汉眼 随后温柔的回到我叫阿雷迪安 他穿越到小说中被恶棍的父亲绑架 原以为恶棍的父亲也是恶棍 应该十分凶残暴念 但没想到男人却对作为人质的他异常温柔 他会因为他对魔法过敏而不使用魔法 还会提醒他起码的姿势 太僵硬会不舒服 可他虽然温柔却是个直男 怀中抱的大美人却不为所动 完全不知道女孩是为什么如此僵硬 阿雷迪安怕盔甲会割到爱妮卡 所以把盔甲脱掉 但是爱妮卡感受到同城一马的两人贴得很近 他甚至能感觉到紧实的肌肉 一些细微的动作更让他十分害羞 而且与其他臭男人不同 他能闻到阿雷迪安身上干净清爽的体香 这个味道太令他上头并且越来越精神 他像个痴汉一样嗅着男人身上的味道 此时他意识到自己居然在放花痴 于是赶忙用手扇走小脸上的热气 突然一个倾斜 爱妮卡差点掉下去 还好阿雷迪安及时伸手抱住她 爱妮卡公主不要乱动 随后又紧紧搂住她的肩膀 在美男怀中的她更加害羞了 几个小时后 爱妮卡再次因为魔法过敏而痛苦地倒在地上 爱妮卡伸手想要扶起她 爱妮卡一个踉枪直接扑到她的怀里 爱妮卡在她怀里小声抽气 爱妮卡在她怀里小声抽气 爱妮卡则抱住她温柔的安抚 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因为魔法师用魔法点了个火 魔法师断言公主是个魔法无适应者 无论多么微小的魔法都会让她十分痛苦 但令爱妮卡疑惑的是 为什么一碰到阿雷迪安就完全不痛 爱妮卡直接说 要不你把我打晕带走 总不能一路上都抓着你不放 阿雷迪安却坚决反对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只要不使用魔法你就不会痛苦了 还有不要离我太远 因为附近有许多的魔况师 这番话把爱妮卡感动得热泪盈眶 她心里想着绝不能让如此温柔善良的 男人被自己的恶贵儿子杀害 她一定要拯救阿雷迪安 然后就一脸坚定地说 害她爸我一定会救你 阿雷迪安再次疑惑 你为什么总是叫我害她爸 她绑架了灵国公主 也偷走了她的心 她会抱着因魔法顾免而痛苦的公主轻柔安抚 会让公主不要离自己太远 还会郑重发誓一定会保护好公主 可如此温柔的她 在感情上她的心却像铜墙铁壁一样坚硬 她用身体将公主与魔法师隔绝开 使她免遭痛苦 魔法师分析公主的病症 作为魔力不适应者 在充满魔法的大陆上 公主的寿命应该不超过五年 之所以活到成年 应该是因为受过神的洗礼 受到了神的庇佑 而公主靠近陛下就会缓解痛苦 可能是因为陛下是神的后裔 身为神之子的陛下拥有强大的神力 即使不使用神力 身边也会有神力环绕 所以才能缓解公主对魔力不适应的痛苦 这是爱妮卡心里思考着 穿到这个世界成了短命 现在陛下也许是唯一能治愈她的人 虽然代替姐姐被绑架 而小说中陛下和原来的妻子结婚之后 会被她的儿子杀害 想到这里她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要阻止她和那个女人结婚 就能救她 如果能和自己结婚 还能正好救了自己 想到这里她的脸已经不自觉红了起来 坐在她身边的陛下察觉她的异样 忽然叫她一声爱妮卡公主 爱妮卡吓了一跳 但陛下显然没有看出她心里的盘子 爱妮卡盼着她在心里感叹 这计划简直堪称完美 男人绑架了她 她却想和男人结婚 只因男人不仅长得帅 还是个超级大暖男 最重要的是男人是唯一能治愈她病症的人 爱妮卡直勾勾盯着忙碌的阿雷迪安 越看越满意 毕竟如果和温暖贴心的大帅哥结婚 想想就很幸福 阿雷迪安微笑着问她 在想什么这么入神 她直接脱口而出 我在想您真的很帅 心里还在想着结婚的事 阿雷迪安此事有些呆滞 突然爱妮卡的脑海里涌入前一天的记忆 想起她鼻涕眼泪满脸的样子 就感到十分丢人 在帅哥面前 出丑 正常人肯定不会喜欢她了吧 爱妮卡不由的垂头丧气很是郁闷 阿雷迪安邀请她一起骑马 一如既往的温柔抱起她 爱妮卡已经依赖她的温柔 爱妮卡不禁想到 如此温柔的阿雷迪安 就算不能跟她结婚 也不能让她和那个恶毒的女人结婚 小说中写道 那个女人会怂恿她的儿子杀害自己的父亲 她突然想到还不知道他们结婚的时间 于是连忙问道 陛下您结婚了吗 有没有快出生的孩子 阿雷迪安对突如其来的问题逗笑 目前还没有结婚 所以也没有孩子 很快他们就抵达了被哥特帝国的皇城 爱妮卡好奇的东张西望 阿雷迪安已经贴心的用披风盖住了她 原来城中已经占满了人山人海 欢迎他们的陛下凯旋回归 所以阿雷迪安怕爱妮卡会紧张 不得不说阿雷迪安确实太暖了 对爱妮卡照顾的无微不至 这样一个又帅又暖的男人 任谁都会心动吧 脑补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就在她准备脑补的时候 一个红衣美女静直冲向了阿雷迪安 她想跟男人结婚 可男人已经有了未婚妻 还是一个超级大美人 美人楚楚可怜的眼面痛哭 诉说着对阿雷迪安的担忧 美人落泪 身为女生的爱妮卡看了都心动不已 可阿雷迪安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是吗 爱妮卡很震惊 美人在侧 不心动就算了 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于是她准备自己上前安慰 却发现红发美人用锐利的眼神看着她 阿雷迪安说 这次出征本来就没什么威胁 你不用亲自到皇城来了 美人却开口说 陛下对我事不是太冷漠 毕竟这里可能是我以后生活的地方 没有理由不能来吧 未来的丈夫出征归来 我当然要出来迎接 听到这话爱妮卡明白了 原来她就是未来怂恿儿子 杀害阿雷迪安的恶毒女人 她还是邪恶的非魔法师 是小说中一切悲剧的幕后非手 虽然爱妮卡 想通过和阿雷迪安结婚来阻止悲剧 可幕后非手这么漂亮 她觉得完全没有胜算 如果不能勾引阿雷迪安 不如勾引美女姐姐们 此时阿雷迪安说道 艾拉德小姐 不要再哭了 我现在没有手卷给你 我还有重要的客人 你就先回去吧 爱妮卡感叹 阿雷迪安对未婚妻和对她的态度 居然没什么不同 虽然温柔体贴却四重墙铁壁 就在这时 艾拉德一脸阴狠地瞪着爱妮卡 爱妮卡感到一阵眩晕 差点站不住 身后的骑士连忙扶住她 而她却感觉身体在不断坠落 视线也越来越模糊 终于她支撑不住倒到地上 阿雷迪安立刻快不扶起她 担忧地询问 罪魁祸首却走来嘲讽道 看来这位小姐刚刚被亡人纠缠 陛下您怎么会带这种不干净的人 这个红发美女的未婚夫怀里 正抱着另一个女人 而她却被未婚夫赶走 还要被怀里的女人挑衅 而她此时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走远 原来红发美女是个邪恶的黑魔法师 一旦她和这个男人结婚 就会怂恿未来的儿子杀害丈夫 艾拉德第一次见到爱妮卡 就想用黑魔法杀掉她 就在爱妮卡因为魔法不适应 痛苦万分的时候 阿雷迪安身手救了她 阿雷迪安对艾拉德斥子道 艾拉德小姐 她是别国的皇主 不能对她出言不逊 你作为帝国的子民 不要让我颜面扫地 艾拉德却一脸轻松地说 我只是担心陛下而已 如果让你感到不悦 那我就向你道歉吧 说着又向爱妮卡伸出手 为表歉意 不如就让我扶你去休息吧 爱妮卡想到 刚刚差点被她杀掉就一阵后爬 直接两腿一软 趴在地上向阿雷迪安求救 阿雷迪安见状俯身 直接将她抱起 爱妮卡紧紧趴在她的怀中 一边瞪着艾拉德一边想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两个结婚的 看着艾拉德在原地狠狠地瞪着她 爱妮卡大胆地做了个鬼脸回击 而她的小动作却被阿雷迪安发现 阿雷迪安盯着她 她心虚地解释第一次是真的不舒服 第二次是装的 因为艾拉德太恐怖了 光是看一眼就觉得 有很多无形的手把我往下拉 她本想告诉阿雷迪安 那个女人是个邪恶的黑魔法师 可是艾拉德作为摸塔二把手 深得帝国信任 说了也没人信 阿雷迪安看着一脸担忧的爱妮卡 向她保证道 你放心 以后绝对不会让她像今天一样 随意出入皇城的 艾妮卡望着一脸温柔的 她心里夸赞道 你太棒了害她吧 她绑架了邻国公主 也偷走了她的心 公主是她的人质 她却对公主体贴入微 不仅给她准备豪华的宫殿 还会满足她能做到的一切要求 公主虽为人质 却享受到贵宾的待遇 艾妮卡终于被带到了 即将囚禁她的帝国皇宫 望着眼前和母国一模一样的白色宫殿 一股熟悉感游然而生 这是阿雷迪安专门为她准备的 旁边的侍女向她问好 她的脑海中浮现其小说里的情景 棕色头发的侍女利落地拉开窗帘 提威亚姐姐呆呆地望着侍女 艾妮卡开口叫了一声玛丽安 侍女有些惊讶 随后微笑着回应她 她转身走入宫殿 进到一个洒满霞光的房间 想到这就是小说中 提威亚姐姐度过了十年痛苦岁月的地方 她再次坚定自己代替她被绑架是正确的 此时阿雷迪安轻轻扣门问道 对宫殿还算满意吗 艾妮卡回答她 是的害她爸 我很喜欢 阿雷迪安疑惑地问 公主 我有一件事很好奇 你为什么总叫我害她爸 艾妮卡心虚地回答 可能因为您和我父亲比较像吧 其实却是因为她谈到小说中 阿雷迪安被杀害的剧情时 痛哭流涕地大喊害她爸 令她太印象深刻 所以总是不自觉这样叫她 阿雷迪安看出她的谎话 还调侃她十分擅长辩计 她表示自己没结婚也没孩子 叫害她爸是不是有些过分 艾妮卡捶头道 对不起 以后不会再那样叫你了 阿雷迪安看她服软笑着说 奇怪的称呼就不要再用了 只要你愿意配合 就是被哥特的贵宾 在此期间想要什么都可以随便开口 艾妮卡不禁想着 她对自己总是如此温柔 让人心仰难耐 可刚才对艾拉德又态度决绝 难道她是十分讨厌别人越线的人吗 那她的界线到底是什么呢 她拉住想要离开的 阿雷迪安紧张地问 您会和艾拉德小姐结婚吗 阿雷迪安淡定地说 她做皇后倒也够格 随后轻轻拿开她紧抓自己的小手 红石贴心地用神力 帮她消除身体的疲劳 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说 卢布尼的公主 真是一点都不懂得防备啊 公主为了救这个男人 决定勾引她 但这个男人不按套路出牌 居然先对她使用美男计 撩完又毫不留情地走开 留她一人心烦意乱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男人就是因为看到 她毫无爱意的眼神而故意气她 阿雷迪安意味深长地看着艾妮卡 你还真是不懂得防备啊 艾妮卡顿时有些胆战心惊 不知道她又做错了什么 阿雷迪安却突然握住她的手 第一 像卧室这种私密的地方 不能随便让别人进来 艾妮卡有些委屈 可那是陛下您跟着我进来的呀 阿雷迪安扶过她的头发 扶上她的脸颊 第二 如果有人为经理的允许跟着你进来 你应该立刻把她赶出去 艾妮卡有些疑惑 您到底在说什么 阿雷迪安放下手说 第三 不能这样阻拦一个想要离开这里的男人 阿雷迪安特意说了男人这样的字眼 让艾妮卡觉得气氛有些微妙 阿雷迪安转身便要离开 艾妮卡突然大声说 如果我说我喜欢您呢 是不是就不用注意这些了 随后摆出自以为深情的表情 现在就是她试探底线的机会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比艾拉德更有优势 才能勾引到她 阿雷迪安却无奈地叹起 第四 这种话不能不分场合 不分对象就随便说出来 她刚想辩解 阿雷迪安又补充道 我劝你不要试图欺骗我 我的直觉很准了 艾妮卡觉得她根本没有把自己当女人看 既然直白的方法不奏效 她就改变策略 从今天开始就好好地勾引她 阿雷迪安走在回宫的路上思考 本来只是想给卢布尼国一个警告 没想到带了一个麻烦回来 不仅不能接触任何魔法 还得罪了艾拉德那个恶毒的女人 一直以来艾拉德对她的纠缠 都是她拒绝其他贵族小姐的借口 但现在皇宫里有了需要保护的贵客 就不能让她随意出入皇宫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艾拉德是魔法师 以艾拉德的恶毒手段 艾妮卡绝不是对手 为了让艾妮卡住得更书型 她还下令要撤掉保护皇宫的魔矿石 虽然这样皇宫的防御就会松懈 但她保证过绝对会保护艾妮卡的安全 就一定要做到 她明知这个男人即将订婚 却还是要勾引她 只因男人一旦核准未婚妻结婚 就会死于非命 而男人作为神之子 只要能和男人结婚 那两人就都能活下来 这是艾妮卡被囚禁在帝国的第一天 之前日夜兼程的疲惫让她睡了一整天 旁边的侍女提醒她 为了照顾好魔力过敏的她 方圆500米的魔矿石都已经撤掉了 如果想散步的话 只要不超出标记范围就不会有事 虽然她很感动阿雷迪安所做的一切 但事实是她确实被囚禁于此 还因为魔力过敏的体质无法到处乱跑 待在囚禁范围内反倒更安全 这是一个自称神殿祭司的男人走过来 艾妮卡认为这是阿雷迪安不想见她而特意安排 毕竟自从被绑架 都是阿雷迪安在用神力治愈她 一路上只要与她牵手拥抱 她的身体就能瞬间恢复 如今直接把祭司请来照顾她 难道以后都不再和她见面了吗 迪埃里克祭司对她说 虽然我的神力没有陛下那么强大 但你有任何不适 都要马上告诉我 艾妮卡知道虽然帝国的皇帝是个大忙人 但如果连她的人都见不到 还怎么勾引她呢 迪埃里克带艾妮卡参观皇宫 并告诉她 皇宫中央后院离皇帝宫很近 所以陛下会经常来散步 也会经常和艾拉德在这里喝下午茶 听到这儿 艾妮卡忍不住问道 那个 艾拉德小姐是陛下的未婚妻吗 迪埃里克回答她 虽然没有正式订婚 但是她暂时被默认 呈下一任皇后的人选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 艾拉德小姐就一直非常主动 而且陛下也没有明确拒绝 估计今年就可能会订婚了 艾妮卡听后有点失落 原来是这样 那陛下也喜欢艾拉德小姐吧 迪埃里克思索一会儿说 这一点我倒从没感觉到 与其说陛下喜欢艾拉德小姐 倒不如说陛下并不讨厌 毕竟艾拉德小姐 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战略伙伴 虽然她们目前还没有订婚 对艾妮卡来说是好消息 毕竟翘人墙角确实不太好 但是艾拉德作为摩塔下一任主人 也许阿雷迪安出于能力和权势上的考虑 会认为她是皇后位置的不错人选 不管怎样 艾妮卡现在却连阿雷迪安的人都见不到 她的皇帝宫充满了魔法 以艾妮卡的过敏体质根本不能靠近 如果她不来就根本无法见面 虽然她像个铜墙铁壁 但连人都见不到她该怎么勾引呢 尽管这种情况很令人沮丧 但艾妮卡还是很快打起精神 既然她不来见我 那我就守株待兔 只要守在中央后院 总有一天她会出现 她囚禁了灵国公主 还偷走了她的心 为了得到她的人 公主决定主动勾引 可没想到勾引的首要难题 就是连她的面都见不到 艾妮卡了解到阿雷迪安的日常行程 所以每天都会在后院等待她出现 可一连几天她连一根头发丝都没见到 艾妮卡有些生气的质问 祭司 你是不是骗了我 祭司慌忙摆手 我是侍奉神的祭司 绝对不会说谎的 艾妮卡无力地趴在桌上 被哥特的土地充满了魔法 她的身体已经不堪重复 就算坐着不动也依然很 之前每天都有阿雷迪安给她治愈 可一到帝国就见不到她了 难道她是不喜欢自己 所以故意躲着吗 还是说她喜欢艾拉德那种性感姐姐 艾拉德和阿雷迪安站在一起 确实很般配 一看就是浪漫又致命的爱情故事 如果换成艾妮卡就画风突变了 还是十九镜和童话故事的大反差 如果是这样 那自己也可以尝试十九镜 虽然很想巴气地告诉她 别说话 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喜欢的类型 但身为魔力过敏体质 却连她的宫殿都进不去 艾妮卡越想越低沉 但还是继续在后院等待 艾妮卡认为她是看到 自己在后院故意不出现 所以决定躲在草丛里 她要和铜墙铁壁钢到底 看谁笑到最后 她不知道的是 在办公室里忙碌的阿雷迪安 已经看到了她 行得如此明显 实在无法不让人在意 本想给无趣的生活增加点乐趣 现在却无法专心工作了 阿雷迪安小声难难道 难道要输给她吗 随后又低头轻笑 我好像已经输了 她囚禁了邻国公主 还想偷走她的心 她明明喜欢公主 可面对公主的靠近 却偏要筑起高墙 公主在楼下等她 她就故意不见 公主向她示好 她就无情拒绝 阿雷迪安身为皇室的独苗 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她自律又优秀 生活安静平和 甚至有些无趣 能让这样的她感到 不悦的事情并不多 一个是越发贪婪的邻国 也正是因此 她才会绑架邻国的公主 另一个是自认识 她未婚妻的 摩塔掌权人艾拉德 这个女人城府很深 平时装得一副情深似海 偶尔也会露出 随时会背叛她的表情 每次面对她 都会感到非常疲惫 但为了把摩塔 控制在皇室管辖内 又不得不跟她周旋 相比之下 艾妮卡就好懂多了 虽然有些麻烦 但似乎是甜蜜的负担 在艾妮卡连续五天的 蹲守下 她决定去见她 艾妮卡用了五天 做了艾拉德五年 都没做到的事 此时躲在草丛的艾妮卡 还不知道 阿雷迪安在朝她一步步走来 艾妮卡还在抱怨 自己的身体 因为水土不服不堪重负 可能随时都会打掉 此刻的她十分需要 阿雷迪安的神力治愈 可把她绑到这里的 罪魁祸首却几天都不见她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公主 你在这里做什么 话还没说完 艾妮卡就起身扑向了她 牵手的瞬间 身体的不是就立刻消失了 突然轻松的艾妮卡 有些站不住 阿雷迪安迅速伸手抱起她 艾妮卡看着抱着她的 阿雷迪安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囚禁了邻国公主 还想偷走她的心 可面对公主的靠近 她又总是无情拒绝 原来她知道公主 虽然嘴上说爱她 眼中却毫无爱意 于是她开始对公主避而不见 但面对公主的执着 她还是妥协了 艾妮卡蹲守了五天 终于见到她心心念念的人 她紧紧地抱着撒娇 阿雷迪安抱着艾妮卡 走向凉亭 坐在凳子上的艾妮卡 还是紧紧抱着她不松手 艾妮卡害怕再次见不到她 阿雷迪安一如既往的温柔安抚 我只是看你玩得很开心 就没有玩你 你现在冷静下来了吗 艾妮卡不说话 还是紧紧地抱着她 她有些无奈地说 我得看到你的脸 才能知道你的状态啊 抬头让我看看好吗 艾妮卡终于放松地坐下来 阿雷迪安捧起她的小脸 仔细观察 艾妮卡有些生气 您是不是很忙啊 您知不知道我差点就要 算了 艾妮卡在心里安慰自己 皇帝本来就很忙 虽然差点命丧 皇权也不能发脾气 好不容易才见到她 一定要冷静 阿雷迪安抚上她的额头问道 就要怎么了 是休马尔特对你没什么帮助吗 艾妮卡反驳道 她和您能一样吗 阿雷迪安疑惑有何不同 艾妮卡却很自然地 紧握住她的手掌说 您当然不一样了 您只要牵牵我的手 我就能很快恢复 就不用祭司浪费神力了 说完心里想着 还能顺势勾引她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既然不能让你一见钟情 那就让你慢慢习惯我的存在 艾妮卡自以为完美的勾引 却被阿雷迪安识破 她淡淡地说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就要跟祭司说 祭司本来就应该帮助弱者 艾妮卡有些抓狂 开始寻寻善用 如果我找祭司 我是没事了 可祭司会很累吧 但如果我找你 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要待在你身边 就足够我恢复了呀 所以哪怕两天一次 让我见一面行吗 见阿雷迪安不说话 她又开始道德绑架 您不是说过 会保证我的安全吗 如果您不同意 那我克死一箱 做鬼也不会放过您 阿雷迪安思索了一会儿 但接下来几天 我确实会很忙的 公主 要不三天一次吧 每次三十分钟 而且我以后 会经常来后院转转 所以你就不要再 躲在奇怪的地方了 艾妮卡瞬间明白 这个家伙之前 果然是在故意读异 公主为了勾引她 要求每三天见一次面 而她还无法拒绝 只因她绑架了公主 还发誓会保证公主的安全 而且作为神之子的 她还是唯一能治愈 公主病症的人 阿雷迪安有些 无奈地对艾妮卡说 修尔玛特是高阶祭司 而且我已经内定 她是下一院大主教 除了我以外 她的神力也能排在前五 我说过会保证 你的安全就一定会做到 只是你好像并不相信 不过你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三天见一次面 也不是不可以 得到皇帝的保证 艾妮卡觉得 终于有勾引她的可乘之机 心满意足的微笑 阿雷迪安看她 一脸计谋得逞的慢 忍不住想逗逗她 她突然握紧艾妮卡的手 然后温柔地对她笑 这让本想施展美元计的 艾妮卡觉得 又被她反将一军 也许在勾引到她之前 就先被她勾引了 艾妮卡轻轻磨杀着 她的长青想到 她确实长得太帅了 明明只要勾勾手指 就会有无数人扑向她 可偏偏她又是个 铜墙铁壁拒绝别人突破 她突然觉得 对阿雷迪安的了解太少 好在她对自己的疏远感 和对艾拉德 没什么明显不同 而且她们还没有订婚 所以她只要寻找机会 剑缝插针一定会成功的 艾妮卡一想到计划有望成功 就忍不住一脸吃笑 阿雷迪安看出了 她的小心思无奈叹气 三天后 她们在后院的凉亭聊天 阿雷迪安提醒道 你要不要往卢布你写信 艾妮卡很是惊讶 阿雷迪安表示 本来我也没想到这点 但你父王威胁我 如果不交出你的亲笔信 就把道路炸掉 艾妮卡脑内又是一大震荡 所以她这几天 就是因为这个烦恼吗 一个小国的国王 为什么总是说出 让人震惊的话 不过最重要的是 虽然她是穿越到艾妮卡身上 但是艾妮卡可是 她的掌上明珠啊 这段时间一直忙着续命 居然把这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得不说艾妮卡 可真是个大笑容 她明明喜欢公主 却偏要对公主若即若离 一会温柔甜蜜 一会冷漠疏离 她时常因为喜欢 忍不住靠近公主 又会觉得公主不喜欢 她而无情拒绝公主 可她不知道 她的行为不仅折磨着自己 也在折磨着公主 艾妮卡的家人 一直在因被绑架的她而担心 可她却一直忙着 勾引绑架她的人 家人以为她被关起来不给吃喝 其实她不仅过得很滋润 还有美男相伴 此刻艾妮卡感到了 深深的罪恶感 于是她提笔开始给家人写信 一边写一边念给阿雷迪安听 阿雷迪安觉得 你想写什么就写吧 不用念出来了 这让艾妮卡觉得 她可以搞搞小动作 阿雷迪安一看 她的表情就知道她不老实 又立刻反悔 艾妮卡十分不满 作为帝国的主人居然出而反而 结果写完之后 她根本没看就直接记走 随后还挑衅朝她一笑 艾妮卡有些抓狂 她今天叹起来怎么这么讨厌啊 看到她唉声叹气的样子 阿雷迪安十分不及 你到底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 难道被哥特比卢布尼更好吗 况且你在这里无亲无故 体质也不适合 到底为什么想留在这里 艾妮卡没办法告诉她 如果想阻止阿雷迪安未来被杀害 她就必须留在这里阻止她俩结婚 虽然只要协议解决 她就随时会送自己回去 但现在还有时间就不能放弃 她转头微笑着问 陛下您今天是不是不太忙啊 然后张开双手诱惑道 请牵牵我的手 然后抱抱我 阿雷迪安看破了她的心思无奈的叹气 她用同样的微笑拒绝她毫无爱意的勾引 面对美男妓艾妮卡 小脸一红以为她会同意 阿雷迪安却突然手指一挥将神力传给她 艾妮卡很不服气 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阿雷迪安耐心的说 这样就算不用过多接触也能起到效果 然后又似有所指道 而且 公主还是不要触碰我比较好 毕竟你本来就不懂得防备 艾妮卡有些不懂她到底想说什么 她不是不喜欢自己吗 为什么要说这种容易误会的话 起身的瞬间艾妮卡似乎看到她眼里有一丝一样 难道她并不是不喜欢吗 她着急的想要问清楚 却看到阿雷迪安又恢复到冷淡的模样 此时的艾妮卡还不知道 她一直以为是铜墙铁壁的男人 心里却早已装满了她 阿雷迪安起身开口提醒她 明天不要离开你的宫殿 因为艾拉德会来 嚣张的情敌第一次见面就差点要了她的小命 今天又要找上门弄死她 艾妮卡心慌的来回踱步 她还没追到皇帝就要命丧情敌之手了吗 想起之前差点没命就直冒冷汗 不行 她不能坐以待毙 明天她一定要采取行动 其实阿雷迪安也不想见艾拉德 但之前已经推掉两次了 而且虽然需要提防她 可她确实是个优秀的魔法师 自己与她的关系也代表着与摩塔的关系 这也是关国家的稳定 如果不出意外 未来可能真的要和她相伴一生 想到一辈子都要提防自己的皇后就心累 贴到窗外还做着另一个麻烦 更心累了 艾妮卡看到窗边的她 跑过去示意她打开窗户 她记得自己提醒过艾拉德会来吧 她怎么没待在房间里 这个公主还真是从来都不会听话 艾妮卡拍拍胸脯自信地说 我可不是那种好猜的女人 看到艾妮卡今天的白色装扮 她总觉得仿佛透明到随时会消失 她伸手扶开艾妮卡的碎法 面对艾妮卡总是让她感到轻松 明明与艾拉德相比 艾妮卡应该更陌生才对 艾妮卡明知艾拉德会来也要来这里是为什么 艾妮卡自然地握住她的手 我不想您今天和艾拉德小姐见面 决定要绑架陛下 希望您自愿佩合我 不然就准备好一整天被我纠缠的头疼吗 所以您愿意佩合我吗 虽然作为皇帝的阿雷迪安和作为人质的邻国公主 走得太近不太好 但是她今天确实不想见到艾拉德 艾妮卡摇晃着她的手撒娇 您就跟我走了 陛下 这下阿雷迪安更加无法抗拒 只能宠意地说 真是拿你没办法 随后便从窗台越出 询问艾妮卡的绑架计划 艾妮卡都傻眼了 居然成功了 难道铜墙铁壁喜欢知秋 她拉着阿雷迪安往外走 怎么今天这么听话呢 艾拉德要是看到了 估计自己小命就得弯弯 可不能被她发现 还是快点回自己的宫殿吧 阿雷迪安突然把她拽到树后 艾拉德居然出现在自己的宫殿 这不就是要找上门来弄死她吗 太可怕了 如果这个时候阿雷迪安丢下自己去找艾拉德怎么办 但阿雷迪安的眼神好像十分戒备 阿雷迪安突然凑近艾妮卡 艾妮卡感觉到耳边的气息吓了一跳 阿雷迪安问她要不要去宫外参观 她点点头 只要没有那个女人去哪里都行 在艾妮卡宫殿里的艾拉德很快被一位骑士拦下 她提醒艾拉德这是陛下下令禁止出入的地方 没想到居然亲自下令保护那个公主 不过她撑不了多久了 艾拉德偷偷施下黑魔法 神力和魔力是无法互相感知的 就算阿雷迪安的神力再强也感应不到这个魔法 艾妮卡这个不安定因素功能 她一定要和阿雷迪安解决 得到她的神力 被她绑架的公主要反过来绑架她 上来就是一顿撒娇耍赖 这谁能受得了 阿雷迪安自愿配合公主绑架 公主也没想到这招居然这么好使的吗 不过艾妮卡这身装扮直接出门好像很容易弄丢 阿雷迪安拿出斗篷将她裹得严严实实 干嘛裹这么严实 难道怕自己太漂亮到了街上太显眼吗 说起这个阿雷迪安才是更显眼吧 艾妮卡让她也穿上斗篷 阿雷迪安一会儿你喜欢把人裹得很严实吗 艾妮卡真诚的反驳 不 我喜欢把人搭的金光 再说这话应该我来问 阿雷迪安觉得她的单纯可真是具有破坏力 这话让她觉得自己被误会 她可是个啥都懂的成熟女人 阿雷迪安一脸不幸 故意在她手背上轻轻磨杀 果然还是脸红了 阿雷迪安叮嘱她一会儿要跟紧自己 艾妮卡心里喜滋滋 这种像约会一样的发展可比人计划棒多了 第一次出宫的艾妮卡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 她记得迪埃里克告诉过她一定要参观优格尔广场 阿雷迪安对她直接叫迪埃里克的名字有些在意 艾妮卡以为她吃错了 可她又一副不可理喻的表情 艾妮卡不明白她在意什么 于是想让她直接叫自己的名字 看来艾妮卡并不知道只有亲密关系才会叫双方的名字 这时一个人冲过来差点撞到艾妮卡 地上还有一个黑色的珠子 难道发生了什么她不知道的事吗 阿雷迪安轻点鼻尖打断她的思考 带她继续参观 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又有黑色的珠子不断过来 虽然都被阿雷迪安踩碎了 但数量多得有点不正常 好像还被一些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 而且那些黑色的结界是明显是冲着艾妮卡来了 就在他们闲逛时 艾妮卡发现小滩车上的黑色珠子 而自己就像被她拽着手靠近 好在阿雷迪安及时拉过她 但自己并没有碰到 手指却还是受伤了 这让阿雷迪安很生气 打算终止今天的行程 带艾妮卡离开这里 于是两人来到了神殿 她拉起艾妮卡刚刚受伤的手 现在已经好了 但是导致艾妮卡受伤的罪不是过手 她需要去处理一下 她让艾妮卡在神殿等她并保证 今天之内一定会回来 艾妮卡有些担心希望她能注意安全 阿雷迪安轻抚她的脸颊 没想到你还挺喜欢瞎操心的 随后阿雷迪安就骑马离开了 迪埃里克找到艾妮卡向她介绍神殿 然后带她来到自己的书房休息 与迪埃里克闲聊后 艾妮卡才知道帝国最近有一些 她和阿雷迪安的传闻 因为迪埃里克经常听到贵族 讨论陛下喜欢上了公主 要让她做皇后 听到这样的传闻艾妮卡很开心 她正想和陛下终成眷属呢 不过迪埃里克说陛下对自己很特别 让她十分不解 她想不出有哪里特别 迪埃里克认为陛下一直生活在紧张的戒备中 也许正需要公主这样一个人 不需要戒备 让她感到轻松的人 艾妮卡没想到自己还是一个挺有意义的能感 艾妮卡独自在书房睡着了 醒来已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 阿雷迪安还没回来 她打算去神殿看看 但空荡的走廊上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快过来 来自一世的小碎片 只和她一人抱抱的公主 正和另一个男人举止亲密 就在刚刚艾妮卡走错了祈祷室 出来后才知道自己刚才听到了神的声音 而她与神的对话还十分无礼 这让她感到一阵头晕 迪埃里克辅助艾妮卡想问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公主你在干什么 快过来 艾妮卡看到阿雷迪安回来开心地和她抱抱 阿雷迪安对她的热情很满意 但不知道见谁抱谁是不是她的习惯 艾妮卡不满的爵子 我可不是没节操的人 忽然想到她不会是闯破了 阿雷迪安捧起她的脸让她如实交代 她心虚地说没有 她拉拉阿雷迪安的音秀说她想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艾妮卡已经睡着了 阿雷迪安轻轻把她放在床上 睡梦中她感受到柔软的被褥和一味而过的手指 虽然今天平安地活了下来 但艾拉德不会善罢甘休 手下向她汇报陛下直接封锁了广场 所以他们没能成功 没想到看起来随时会死翘翘的公主还挺有手段 房间里的黑影着急地想让她直接杀掉 但阿雷迪安对那个公主有兴趣 她不想贸然动手 她一定要和阿雷迪安结婚 得到那充满神力的身体 而那个公主就慢慢枯萎了 当晚艾妮卡就做起了噩梦 15岁那年爸爸的葬礼上 所有人都把她当成麻烦 她努力地睁开眼睛 想从这个不愉快的梦中醒来 做完这个梦她就浑身不舒服 此后的几天她也都是有气无力的 而且从神殿回来后 她的脑海中总能听见神的声音 那个没礼貌的神字不字地说话 又不回答她的问题 该不会把她当成解闻的对象了吧 最近每一个人见到她 都会问她有没有不舒服 但她除了做噩梦也没别的问题 散布时就连阿雷迪安都问她有没有事 难道她的状态真的很差吗 而最糟糕的是 她在这天遇到了埃拉德 她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会动 而且她还知道自己睡得不好 还说了上一次 要置她于死地时说过的话 说她至今依然被亡灵纠缠着 难道做噩梦跟她有关吗 也许自己早就陷进她的圈套 而埃拉德也有些惊讶 她还以为艾妮卡早就撬变 看来应该把魔法力度加强 到时候她冰凉的身体 也许能成为把皇帝内入水中的筹码 每睡一次叫生命力就减少三分 这是秦迪对她施的黑魔法 直到秦迪对她说了莫名其妙的话 她才有所察觉 看来自己每天做噩梦根本就不正常 她努力拍打自己 不能睡 今天先坚持一下 明天就去找陛下求救 可她还是陷入了噩梦 还是比以往更可怕的噩梦 她在梦里不停地奔跑 亡灵在她身后不停追赶 终于看到一个光点 她朝着光点跑终于跑了出去 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她的身体和灵魂分开了 脑海中又响起拉乌斯神的声音 让她快点回到身体 但是要怎么回 她朝身体伸出手 然后一阵晃动她回到了身体里 原来那个噩梦出口是拉乌斯给她提示的 她得赶紧逃离这座施了黑魔法的宫殿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她走到了练武场 果然见到了阿雷迪安 她委屈地抱紧阿雷迪安 在她怀里哭泣 阿雷迪安捧起她苍白的脸 替她擦拭眼泪 怎么会这样 阿雷迪安很生气 她的手 这次没有像之前一样立刻轻松了 看来她的身体状态真的很不好 随后她终于支撑不住 晃晃悠悠地晕了过去 阿雷迪安把艾尼卡抱进了她的卧室 她要亲自查清楚怎么回事 查完之后来到卧室 她抱起迷迷糊糊糊的艾尼卡 艾尼卡一直跟她抱怨 都是因为您的未婚妻我才会变成这样 你还说自己会试着爱上她 太过分了 她向艾尼卡道歉 那不是她的真心话 她只是在和艾尼卡闹别扭 听到艾尼卡的声音 她就很开心 艾尼卡的一举一动都让她觉得可爱 但艾尼卡的求婚明显不是真心 所以才故意说气话 艾尼卡突然贴近她抱得更紧了 她感受到身前的一片柔软 身体明显有些僵住 艾尼卡还真是总能让她不知所措 应该不会对别的男人也这样吧 她感觉艾尼卡好像不是真心喜欢她 但她又无法真正拒绝 只能自己苦恼 她放下睡着的艾尼卡 不过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再靠近一点也挺好 第二天艾尼卡终于清醒了 阿雷迪安拉开床脉 她才知道自己一直睡在皇帝的床上 瞬间害羞地想逃走 阿雷迪安不许她去别的地方 何况她还穿着睡衣 她不想看到艾尼卡再变成那么痛苦的样子 恢复后的艾尼卡走出房门 才知道阿雷迪安在对她的侍女严厉盘查 看到她一副要杀人的样子 艾尼卡连忙阻止 她知道侍女是无辜的 但阿雷迪安需要找到黑魔法的媒介 她不停释放危险强大的神力 此时艾尼卡想到一个好办法 就是利用她对魔法明胆的体制 一一排查后侍女们都没有问题 她本想告诉陛下问题出在庭院 但阿雷迪安决定推掉重建 所以没有必要看了 她抱起艾尼卡就走 路上的人都议论纷纷 艾尼卡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她知道阿雷迪安肯定不会放下她 身后的伯爵来找阿雷迪安 但艾尼卡感觉她一直在盯着自己 阿雷迪安把艾尼卡按在肩头 吩咐伯爵改日再见 她把艾尼卡送回卧室催促她快点睡觉 她觉得还是把艾尼卡送回卢布尼比较好 但她也不是真的想让艾尼卡离开 只是不想再让她陷入危险 看来阿雷迪安已经知道艾拉德是黑魔法师了 那她现在肯定不会和艾拉德结婚了 也许回去是对的 阿雷迪安也说想让她回去 可是不知为何有点不敢看阿雷迪安的眼睛 艾尼卡觉得自己一直在麻烦她 她很感谢阿雷迪安救了自己 因为在梦中她真的很无助 阿雷迪安心疼地抱住她 我以为能把你护在最安全的地方 可你却总是陷入危险 所以才想让你回去 你一直说没关系 但真正有关系的是我 艾尼卡还没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她就走了 其实艾尼卡现在是真心喜欢她的 只是现在好像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她要把自己送走嘛 也许以后都不会再见面 几天后艾拉德出现在皇宫 她与艾尼卡威胁阿雷迪安与她结婚 毕竟她想要艾尼卡的小命可是很容易的 而门外的艾尼卡正好听到了这些话 在教员的宫里面 是个宫里面 在当我和他生的宫里面 我其实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一个宫里面